我这看完了 阿龙的 哎呀 这一笔吧 这一笔吧 你就会发现了 这两个图画放在一块 大家仔细来看看 这一看就是个女的 我这叫兔奶奶 他这叫兔爷 兔爷对 这一看是个男的 我这里边有两点是肯定是对的 特讲究 一个是那药臀啊 还有一个是兔耳朵 这兔爷的耳朵啊 它是插进去的 是一根棍 它不是连着脑袋的 哦 那个耳朵门吧 对 这是我特意画的 好 我这个地方不用展示 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 对对 你看这个 看看他写字呢 他上面 生怕别人不知道 怕不认识他 这一看看根本看不出那兔爷 对对对 我跟你说 要说这个画 要不说画得最好的 就这四个字 啊 这字比这画不是谁 我是兔爷 对对 写了这诗 要不我怕你们看不明白啊 对啊 他哪像兔子呀 我的天哪 哎呀别看他这个 您看看这个正宗 实在太丑了 看看那个翟老师 你看真正专家 对 对 非常像 哎呦 画的画的上面有 你看我看到这个靠旗 靠旗有 嗯 盔甲 盔甲 看出来了 老虎 虎心静 虎心静 你看看老虎 啊 对 这这一看多不为猛啊 这个 而且还 而且还披着这个这个这个什么呢 衣裳的 对 横豪啊 横豪 大家都凭着自己印象画的 那究竟这兔爷长什么样子呢 哎 他有什么样的来历呢 你们谁画的比较好呢 啊 接下来我要请出一个 专门制作兔爷的一位专家 我们要请上的是 极童坊的胡鹏飞先生 来有请 你好 胡鹏先生 胡鹏飞 出生在陕西凤翔 产品一速艺人家庭 现开办北京极童坊 专门同事兔爷文化研究 及兔爷一速制作 哎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这个 做起了 专门做兔爷呢 呃 是家传的吗 我们家是家传做泥塑的 哦 泥塑 老家陕西人 嗯 来北京做兔爷有八九年了 哦 呃 家传做陕西的凤翔泥塑 陕西的泥老虎 哦 老虎家传做 那这样 他们刚才啊 都给画了这些图片 你来看看 因为你专门做的 嗯 你来跟我们说说 这是我画的 你先跟我们说 那个兔爷的 兔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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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这个 他形象一般是什么吧 你能跟我们形容一下吗 然后我们对照他们的图片来看 兔爷的形象呢 嗯 先说他的表情吧 哦 表情 兔爷 他是比较严肃的 哦 比较严肃 比较严肃 是胡眼 比较须 比较须 然后呢 严肃呢 是他的嘴啊 是两个戏份 三叉嘴 嗯 两个戏份 我们很少有看到有笑的图片 但是呢 经过这几年呢 有一些新的开发 就是大家的省美观念 一些改变 嗯 就做了一些 就是笑眯的一些图片 但是呢 最正的 还是比较严肃的 比较严肃的 你来做一下图片的表情 胡眼 嘴是一条缝 三双嘴 嘴紧吧 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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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稍微乐一点的表情呢 稍微乐一点的兔爷 哎 这也是笑 好 还有什么 嗯 还有兔爷的一些 他的服装 服饰 哦 呃 兔爷穿的是金盔金甲 嗯 然后 一边是靠甲 一边是纹袍 就这边是红色的袍 哦 这边是金甲 金甲 对 然后呢 头上呢 戴的是一个 可心亏 看来你对这个兔爷 很有研究 也很有感情 今天这样 黄菲你带来了吗 是 我带来了 给我们看看你做的这个兔爷 带来了很多 我们看看 很多样子 哎 好 好 来看看 好 谢谢